abbiamo 我們來就介紹這一把 比較特別一點的 嘿 亮經金鼓ㄎ啵ㄇ的 對對對 這一隻嗎 蛤 真的你要清ultiss 對啊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吸盲場底 一個扣對 一個考量就說 一樣的硬性的想法 讓我們出學所 或者說小孩子 手臂 客戇比較舒服一點 小朋友來的時候 像我這種 你可以想想看就是 真的是如果小朋友 然後對於他們的整個尖寬來講 這個場底 吹正常的場底就好像我在拿 都一樣 這種感覺就是場底很遙遠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初學直覺會有這個問題 比較容易上手 這是一樣C調的 要吹一下嗎 可以 所以你覺得他好吹是因為有Tumble嗎 不一樣吧 是是是 有可能 因為他很好吹 真的 我覺得其實要驚訝 我發現他的那個頭的位置 短一點 所以比較短 你說這個地方是短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放那個軟木的地方 就是那個不影響 那邊有影響 那邊有影響 一方面是說 他有考慮他其實他只到底 他有這個配重問題 對配重問題 因為他只有影響 反正其實我們大部分被用到都 就是一些 初學上面的必要的困擾 大家能幫你排除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像你大拇指我們很會滾 對我們會滾來滾去 然後還有通常不知道要按誰 這裡就有彩色鍵 這裡就有彩色鍵有沒有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在教初學的學生 他們通常就會 下一個禮拜說 是哪一個鍵 對 就會按到別人的鍵 對 按到別人的鍵 好 那我們 繼續 我們先 先往下介紹 Piclo好了 然後 今天其實重頭戲 我覺得很精彩 Piclo是還 我們目前大部分是影C 影C 然後比較特別 我們像那個 大家在學校有吹樂隊 所謂樂隊match match很多 降低調 對 以前常常看到降低調 然後我就覺得疑惑 哪裡會有降低調的場地 我懂 這裡有吧 這裡有吧 最右邊那一把 對 然後你旁邊都是影C 我們把它比較一下之下 你就知道了 按同一個指板 旁邊都是影C 這個都可以 這是影C 一般比較就是說 它會比較短 你可以放下來 就是讓它突然平衡 真的耶 它的 我們離入場就是 差一個影孔半影 這兩個是同一個廠牌嗎 同一個廠牌 那我想要問它這個 為什麼突起 就是因為它可以調整 裡面後的位置 然後它的長度不太一樣 所以每次的這個 在以前的長底 以前這裡是做開放式的 所以這隻也是開放式 只是它沒有突出來 對 這隻有開放式 它可能是做微調的意思 做微調 讓你知道說裡面的庫殼是 怎麼樣的距離 那後來我們現在每個都是 把他做封閉式 就是封起來了 讓它固定了 OKOK 事實上以前是可以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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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這樣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在吹 像蘇莎的曲子 很多的醬 長底很人類 對對對 然後你如果說 以降低調它是五個醬 所以你還原 你要吹低大調就好了 反而你指法 非常輕鬆 所以它其實有點像 這個管樂壇 因為管樂壇的東西 都是用醬 醬的樂器 驚樂隊 驚樂隊 那一方面它的音色更亮 一般我們Piccolo在 為什麼 我看它看起來是塑膠 它是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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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機號家族 因為我吹過 像以前的所謂心跳棋 在滴答滴答 是用長底吹死了 可是用Piccolo你想 手指很累 但是你如果是降低調是 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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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就是變得非常簡單的字法 而且又好吹 因為你一樣用長底吹 更高一個半音 可是在降低調你吹 RE SO 跟醬米醬拉 那個會差很多 再來它音色很亮 可能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以我的感覺就是 你剛剛用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是用C 然後我吹降RE 跟醬SO 醬米 醬米 醬A 醬A的話 我感覺我的聲音會很sharp 就是它會很尖很高 可是你剛剛是說 反而是這一支吹的聲音 會比較嘹亮 它是嘹亮型的 但是這種我的感覺吹起來 會跟我吹 就是那個沒有醬的聲音 聽起來就會比較 會比較shark 緊繃一點 對緊繃 就說我們場底的發言來講 醬E是還好 可是醬A 我們醬A就很辛苦 所以一調以後它是吹G 就變得非常輕鬆 對 所以指法也輕鬆了 吹耳也很輕鬆了 對 是這個想法 我覺得靠假薄就對了 應該說 就是有這個需求 才會做這個 就是那個時候的調就是這樣 所以它為了這個做這樣的樂器 對對對 如果它吹C C調 DOLA C調 D調 G調 所以它是要配備兩把段 對啊 很標準的 OKOK 所以我們看以前的照片 就是一個盒子 對 戴口袋 雙槍槍 就像樹底嘛 樹底有時候A調跟醬B 好像他們也是 對 理論上是要的 了解 了解 就像說我們再回到最早 莫雜特年代的一個曲子 我們試試看這一把 這個很可愛 這個 這把 就說以前的Picot的感覺 你要先吹 東風還是西風 我先吹東風 這莫雜特的時候的 對 好可愛喔 為什麼它那個頭特別短 而且這樣都沒有 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在貝姆往前的年代 他們是一個追星館 然後追星館的 不像一樣 我就說這樣 就是好像直笛耶 對 因為它的那個鬆的樣子 跟中間胖胖的樣子 那個年代直笛 跟這個跟OPPO 是同一個叫本的 同一個叫本 對 讓我找一下 不容易 對 對 來了 對 好不準 嗯 就是要直奏 這樣 很好聽耶 西風 真的是 莫雜特風 所以那個什麼 什麼Five 什麼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感覺聲音很像 其實Five的話 Five的構造 它是直管的 喔 就是追管的 所以追管會比較 我應該帶來有點直 我覺得它比較特 讓我感覺 印象的那個是這個地方 它突然 融起來 對 就比較有點像直笛的那個 這個比較胖 所以它剛剛 這樣一拿的時候 我算覺得好直笛 對啊 就是感覺很直笛 對啊 因為它的孔是 吹嘴的孔 也是特別的 挖的特別小 是以前年代 那個年代就是挖的 都是挖的小小 也是 所以這樣我整個按下去 它是Rae 對 那它說它是低調的 低調的 我們講那個年代 莫雜特年代的笛是影笛的 所以你順著手指 就是一個低大調 所以我們就會吹低大調 協奏曲這樣 對 對 就是順著吹的 所以它只有改調的原因 是因為 藏低的關係嗎 就是你知道 它從歐某西大調 寫作曲改成長低 改成長低的 對 對啊沒錯啊 其實是看西調的譜 對不對 出來就變低大調 是啊 沒錯啊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應該用這個吹 所以還不用改譜 其實 還是沒有改譜 然後還賺了兩份 拿這支吹 所以我說那個年代 其實你回到 它的低大調 就沒有這個問題 很簡單了 就很自然 很自然 那你回到巴哈的曲子 巴哈比較特別 可是一樣 其他作曲家 影D影G的話 就非常一直在吹這個曲 而且它的 我們講 升F升G 升A升C 為什麼我們在貝姆迪 會被前契 是因為回到這個曲去看 它變得非常輕鬆有沒有 那你坐著吹貝姆迪 咦 卡一下卡一下卡一下 而且再來就是聲音的感覺 這聲音非常的甜美 對對對 而且它是 high pitch它的A等於四五二的 比我們這個更高 可是它聽起來就會覺得 欸 蠻舒服的不覺得很刺 很甜的 很甜的 這給我們一個 東風 這個吹成東風的 其實因為這個 這個就接近那個自然 中國笛都是沒有劍嘛 因為中國笛 它剛好就是三個三個嘛 就跟中國笛一樣 就跟中國笛一樣 所以 其實我會吹 吹個中國風的 我一氣熟練來就是了 太小了 太小了 這很好聽嗎 你這個音 音色很熱呢 欸 其實我不會這樣 我是不是嗎 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 這支滿強的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我釀以後 這支才吹一支 我覺得我撐了 他幫你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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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你剛才真的個性差很多欸 來來來 再後來再後來 你第一個音息嘛 然後 這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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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是大自然理啊 對對對 我覺得他聽起來也比較 酸一點點的那個聲音 那那你再吹一次 剛剛瑞瑩老師那個第一男人 哈哈哈哈 那個是他點歌 搞八度 搞八度 對為什麼 他吹中國放的時候就超順的 哈哈哈哈 然後吹完的時候大家就會這樣整個 哈哈哈哈 大家就會覺得太認真了 哈哈 好現代的感覺 對這個 這個就很現代 其實那個曲目也是很有關係 對喔 真的是什麼 你怎麼不然他也是什麼 那很中國風 這適合 完全就突出這樣子 很出色 好輕 搞得我們好亂喔 哈哈哈哈 因為這個很輕 我覺得他其實 有一點像竹笛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竹笛的感覺 所以是你 你反映你內心的接受度嗎 對啊 就是你內心接受他像竹笛 所以你吹起來就是竹笛 因為重點是說 我不會吹中國笛 所以我亂吹 哈哈哈 我沒有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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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吹吹沒 真的就像超OK的 他這樣優秀耶 超像 我覺得好棒 其實說實在 要以西洋樂器來吹這個五聲音間 是蠻難的 除非說他的半音就是很保穩 是喔 大家知道過度會很遠 對 我們老實講以貝母笛 現在非常難做到這個東西了 所以因為他不屬於現代貝母笛 所以你把它歸類為自然 比較走自然 是那個綠 是那個綠 就很matched這樣 很matched 所以用那個 用那種 中國的曲風就可以taste出來 對 那個現代昌帝 也就是說一個樂器的能耐 跟他的 他的範圍 他如果能夠吹這樣子 比如說他音色跟翻音的變化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可以做到很厲害 好意外 好奇怪的效果 難怪就是現在不是有人會用 短笛去吹邦迪邪奏曲嗎 但是 我就是 你就覺得說怎麼樣 他就算裝飾音 什麼滑音 都已經 模仿得非常之切 走不過去 味道就是不對 那個翻音 沒有完全到這樣 翻音走不過去 對 我吹 這兩個不同樂器 其實就是我笛不熟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會覺得這個太 強悍還怎麼樣 對 就是他就很現代的 所以他的音律真的會比較不自然 就比較沒有那麼天然這樣 對 好神奇喔 原來 就這個 即使你用它 你如果用現代底子的話 會更可怕 你會去到很多 看看KK的地方 就下不去了 看看KK 我這個很現代啦 我這支 本人的現代的 我沒辦法吹那個中國風 你要再來 邦迪邪奏曲來了 還不錯啊 還不耐啊 還是有比較比較 比較好一點 對對對 本人憲感欣慰 哈哈哈哈 我其實也不確定到會不會是 哈哈哈哈 你前面一定很誤人 前面那一串都很厲害了 可以可以聽 哇還有給聽也是嗎 哈哈哈哈 這支不錯啊 還不錯我突然覺得 我對他有高度的肯定 對對對 對對對 有大自然的聲音 因為剛剛有上而如果木有 哈哈哈哈 有全身十八了 對對對 我剛剛有秘密上了一點 許先幫我上了一款秘密 因為木管的專用有 可是我們的短笛還這麼多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剛剛的那個 幾孔 六孔 八孔 六孔 六孔 好 這個還蠻特別的 然後 接下來的順序會是哪一支 就是以年代 或者是一個眼睛來說的話 會是誰 OK 這個的話從加進以後 就慢慢就會到跟長笛一樣 進入了貝母年代了 就是已經到貝母這個年代了 那貝母年代以後就是 短笛 大概我們都知道 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知道短笛有兩個形式 它比較特別一個是指管 一個是椎管 喔 短笛 好 所以這裡有指管 這個是指管 金屬的是 金屬的都算指管嗎 看一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椎管 我指管 這也是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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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剛剛 發文之後提到說 一般我們在 軍約隊裡面 大概都是 在軍約隊裡面 都是椎管 降低的是椎管 沒有沒有 跟D跟C都有 椎管跟椎管 一般來講 椎管的話 它會比較像貝母式的做法 所以它會比較亮一點 那個製作廠也比較簡單 因為它是等劇的 只是說 在室內用的比較多是椎管 因為椎管的聲音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對 它是椎管的那種效果 這邊沒有一個人不是椎管 這個大家其實都是椎管 都是椎管 每一個人都椎管 對 每一個人都椎管 這是什麼調 這是降低的 這是降低的 這也是一點點的椎管 這時候是椎管 就不要懷疑 這一定是椎管 我還不知道有 除了現在有一個 到C的那個我們還確定之外 我的印象中 我以為大家都是椎管 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椎管 一種是椎管 但是我們一般 會特別去 去 怎麼講 去定 去定說我要椎管 或椎管 現在剩下的大概都是椎管 只椎管的話 在椎管 盛行年代是什麼時候 30年代 就是我們講Marche Band那個年代 很多的椎管 然後現在好像椎管 印象中也好像實傳 真的喔 那椎管他為什麼會被這個實態 淘汰 因為我們慢慢慢慢因為 錄音的一個需求 第二個 在我們大概都是在室內樂 你在外面吹椎管 吵死人了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 Pick耳機很吵 已經夠吵了 已經夠吵了 對 我樂器盒都有帶一副耳塞 給旁邊的小提琴 給旁邊的不是自己